让阅读走进生活 让优秀成为习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叔说 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庄子 想成为内心强大的人 就必须戒掉这个情绪 一起来听 成功的人有千千万 可唯独没有自己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寻找 那些成功人士的共同点 然后正确地审视自己 看看自己身上 有什么可取之处 又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其实那些成功人士的 共同点有很多 像是坚持 踏实 抓住机遇等等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情绪 约翰米尔顿曾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 自己的激情 欲望和恐惧 那他就胜过国王 很多时候注定人生走向的 不是智商和财情 而是情绪控制的能力 弱者容易沦为情绪的奴隶 强者早就戒掉了情绪 成年人 你是什么情绪就什么命 真正厉害的人不被情绪左右 庄子 耕丧楚 敬之而不喜 武之而不怒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 受人敬重 不狂喜 受人侮辱 不暴怒 唯有将一切看淡 遇是冷静 理性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游刃有余 韩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统帅 然而 世人记住的不仅仅是 他的军事才能 还有他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韩信从小失去父母 经常遭到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五大三粗的屠夫 看到韩信腰间佩剑 猜想他是个胆小之辈 于是想羞辱韩信 当众对他说 要么从我哭当下跨过去 要么把我杀死 韩信自知形单影之 没有胜算 依然选择了前者 忍受着巨大的侮辱 从屠夫胯下跨过 然后在众人的嘲笑声中 从容而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 面对一群无奈的挑衅 韩信没有一怒之下 拔刀相向 而是通过冷静的分析判断后 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虽受一时之辱 却化解了一场危机 也正是这一跨 让他跨越阶层 短短几年之后 慰藉人臣统领百万兵马 成为战无不胜的一代兵神 生活中 很多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 要么胆怯退缩 要么失控发火 最终问题没有解决 自己去落的一身伤 情绪是天下最大的魔鬼 人这一生 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 但遇事不动气 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不被情绪困住心智 即使处在暴风咒雨中 也能让情绪平静下来 佛经上说 人要巴风不动 面对别人的重伤 越是热烈回应 越是没完没了 不如一无所动 游言不尽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控制情绪的高手 不大喜大悲 被情绪所困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就不会滋生坏情绪 庄子山目 人能须及以由是 其熟能害之 意思是 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看得太重 就没有人能让他愤怒 使他生气 庄子曾讲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叫世成奇的人 听说老子具有超人的智慧 于是跋山涉水 登门拜访老子 结果到老子家一看 大失所望 屋内杂乱不堪 如同鼠窝 于是骂道 我听说你一个大圣人 所以走了几百里路 来看你 谁知你像老鼠一样 老子听完毫无反应 世成奇感到无趣转身走了 次日世成奇又觉得自己失礼 跑来跟老子道歉 老子平静的说道 什么大圣人 这样的虚名 我早就把他当破鞋扔掉了 而你骂我是牛 马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呢 改变不了什么 我还是我 生活中很多事情 光靠生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方提姿态不把自己太当回事 就不会生所谓之气 正如诗人 鲁梨所说 还是把自己当成泥土吧 若是老把自己当成珍珠 就实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佛家看来 人生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要破除我值 也就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生活中 有很多人表面看似强悍无比 内心却没有坚定的主意 因为太过看重自己 容易被他人影响情绪 反而认不清真正的自己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才能坦然处事 平静自省 面对悲伤时 能安慰自己 面对打击时 也能振作自己 因为那份趋己 带给人的是不焦不燥的清醒 学会控制情绪 才能控制人生 庄子 得冲服 人末 鉴于流水 而鉴于止水 为止 能止重止 庄子告诉我们 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能指得住胡思乱想 指得住无谓的心神消耗 才可以静下心来 心无旁骛 专心致志的做事 料理好人生层出不穷的问题 然而很多人面对生活的至暗时刻 却任由情绪暴走 直到被负面情绪吞噬 就如张飞 作为一代武将 死得实在憋屈 如果当初他得知关羽被杀后 没有情绪失控 天天买醉 乱发酒疯 拿手下撒气 也不至于落得被布下刺杀的窝囊结局 不可否认 张飞的业务能力很强 但拥有如此才能 最后却死在自己的情绪里 不得不说 一个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的人 再有能力 也无济于事 情绪失控只会让人失去理性 输掉自己 控制情绪 却能让人保持冷静 成就自己 晚清名臣曾国藩 曾因教子的问题 无端遭受过一场羞辱 有一天上朝途中 曾国藩做的四台教子 和某官员的八台大教 相遇在狭窄的巷子里 对方一看是四台教子 以为里面做的是比自己身份低级的官员 于是藉着没有及时让道的缘由 对方教父二话不说 将曾国藩从教子里揪了出来 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结果八台大教里的官员一看 是比自己官职更高的曾国藩 吓得慌忙吓叫 叩头谢罪 面对对方的无理 曾国藩没有动怒 反而将这位官员扶起 笑着说道 是本官的教子挡了大人的道 不怪你不怪你 遇到糟心的人和事 曾国藩的选择是一笑置之 而不是现在自己的情绪里 一心想着报复 这样的人才能迅速调整自己 既因得了别人的好感 也为自己节省出更多的时间精力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控制情绪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个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 能定得住心境 而定生境 静生慧 拥有智慧才能把握人生 人这一生情绪决定心态 心态决定命运 命运决定生活 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控制好了情绪 才能控制得了人生 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 能很快杀死你 远比细菌快得多 很多时候 所谓人生灰暗 起因不过是一件小事 没赶上地铁 与人发生口角 方案打回重做 如果不加控制 你的委屈愤怒 怨恨焦虑 会滋生出更多负面能量 吞噬你的正面能量 金庸先生说 情深不瘦 因为放纵情绪 等于消耗生命 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保持 情绪稳定 内心平和 不急不缓 遇山开山 遇水架桥 人生没有绝望之境 情绪是毒药 情绪也是解药 能够自由控制情绪的人 终将获得成功 无论是事业还是身体 要知道保持好情绪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可是非常大的 而坏情绪 对身体的伤害 也是无法忽视的 愿你妥善 安放情绪 目光所及 皆是温情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